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一些观众纷纷发来电子邮件 询问有关姓氏的各种问题 2016年 百家讲坛将继续在春节期间和您聊一聊姓氏的故事 与前三部不同的是 第四部前文中解读百家性 百家讲坛把在微信公众号央视百家上征集来的观众对姓氏的问题都集中起来 与前文中老师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话 请问这个俊望是什么意思 那我想知道这两个鱼之间有什么关系 特别想请你帮我们修整一下家库 前老师说说这个人物吧 这些问题都将在第四部前文中解读百家性中一一呈现 今天播出前文中解读百家性第四部第一集 与惠珍 今天的百家性 我们从于性开始讲述 这个性要读于 但是现在很多人读成于 那么就跟咱们平时讲的什么叫干沟于 在咱们俗称读音上混了 其这个字念第一声念欲 这个性它的起源不太复杂 但是也非常有意思 它源于畸性 跟很多性一样都从畸性来的 出自皇帝有一个臣子叫于泽 于泽是个什么人呢 现在咱们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人的于泽 于泽功劳非常大 因为据说咱们古籍当中有记载 它是第一个发明什么的 用麻来编驴也就是鞋嘛 换句话说是第一个发明鞋子的人 古人用麻编成麻鞋 所以结束了咱们鲜明光脚走路的历史 这个功劳当然非常大 所以它就因为这个功被封在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于 于大致相当于今天河南省内乡那一带 就被封在这个地方 那么在于泽的子孙当中 后来就用于作为他们的姓氏 叫于氏 所以畸性 于氏 通常我们都认为 于性的始祖就是于泽 第二个源流 还是源于姬姓 是西周时期有一种官 官名叫于官 就是这个字 于官是干嘛的呢 是一种专门负责 在晋宫里面 也就是皇宫里面 咱们现在北京的故宫还叫紫禁城呢 在晋宫里面 饲养 家畜 家禽的这样一个官 今天一听 这叫什么官啊 在那养狗养猫养鸟的 当然在古代非常重要 因为他养的这些家畜 养的这些家禽 主要是用来祭祀 祭祀对于古人来讲是天大的事情 一个用于祭祀 第二个用于王族使用 那么在于官的子孙当中 这是姓氏文化的一个规律 就用祖先曾经担任过的官职 作为自己的姓氏 所以这是第二个来源 第三个来源 源于地名 在春秋时期 齐国 也就大致相当于今天山东省的东部 大致 大致相当 有一个地方叫淤丘 它的居民 那也是姓氏文化的一个规律 就以居租地 作为自己的姓氏 称淤丘氏 最早是个父姓 在咱们中国的姓氏当中 古代的父姓很多 后来有些消亡了 就没人用了 有些都变成了单姓 比如淤丘氏 后来就分成两个姓 一个淤氏 一个丘氏 所以现在有的人地方讲 现在姓淤的不太多 姓丘的比较多 有的人讲 我们这两个姓同中同远 有这个说法 第四个源流 源于归姓 春秋时期齐国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叫陈仲子 他是一个以廉洁 文明的 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 也叫陈仲 尊称子 就好比孔子 孟子 咱们加一个子是尊称 所以当时人尊称他 陈仲子 那么陈仲子 他的后代 当然已有这样一个祖先 而倍感骄傲 我祖先陈仲子 那么就以自己祖先 他住的这个地方 作为自己的姓氏 那么陈仲子原来住的这个地方 叫玉 所以他的后代 也叫 玉 当然刚开始的时候 就像我们讲过一样 刚开始时候叫玉陵氏 因为这个地名也叫玉陵 三陵的陵 玉陵氏 后来简化成玉氏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玉姓的来源 主要有这样四个 不算太复杂 那么关于玉陵 在历史上的迁徙 分布 这方面的资料呢 非常可惜 很少 很少 少到我们基本上 没办法描述 就我们不太知道 这个玉陵 在历史上是怎么迁移的 当然 到了今天 我们在全国各地 大部分地方 都可以发现玉姓的人 因为这时间也太长了 玉姓 他现在俊旺 也就是我们讲 中国的姓氏都讲俊旺 比如我 我这个钱 那么有的时候 讲是吴越前世 或者再具体一点 吴熙 我是吴熙人主既 吴熙前世 要讲郡旺 那么玉姓的郡旺 主要有 黎阳郡 黎阳郡在哪里呢 就是在今天 河南省中部这一带 那么可见 在历史上 玉姓曾经在河南中部 形成旺族 金兆郡 金兆咱们一听就明白 就好像首都附近 那么就是长安 长安周围 玉姓也曾经 形成过旺族 广邻郡 广邻咱们大家都知道了 就是今天江苏省扬州市一带 这个广邻郡是东汉年间才设的 所以一看这个郡王 我们就可以判断 东汉以后 玉姓曾经在广邻郡居 玉姓比较有意思的是 他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唐号 这个唐号 因为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的唐号 一般就这么几种 一种是以地名 就刚才我们前面讲的 广邻郡啊 离阳郡啊都是地名 我们祖先在这儿聚聚 第二就是因为我们有 祖先留下一个佳话 留下一个传说 我们用它来做唐号 哎 于姓就有一个叫什么 旧明堂 那么这讲的就是明朝的时候 有一个人叫于仲宽 官不大 是永新之县 只不过是个县官 当时啊 当时有人作乱 要造反 这个民不聊生要造反 所以带兵镇压的将军 就来镇压了 对吧 那这个将军想什么 想滥杀无辜 他也不分 你什么是匪啊 什么是民啊 他也不分 就把你们都杀光 杀光以后好报战功啊 这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我杀了五万个人 其实五万个里边 恐怕四万九千个 是无辜的老百姓 那这在历史上太多见了 他要把这些人都杀光 而于仲宽 坚决反对 反对他滥杀无辜 所以就留下了这么一个唐号 叫旧明堂 而且不仅如此 正是因为明朝的于仲宽 使得现在的于姓 他的血缘非常复杂 前面我们讲到于姓才四个来源 很多人讲我们中国的姓氏 动不动十几个来源 还有好多兄弟民族的 于姓我们基本没有发现 兄弟民族的血统 基本都是汉族的 那你怎么又说他血缘复杂呢 你不是矛盾吗 不矛盾 就是从明朝开始 因为于仲宽救了很多老百姓 永心知现 结果当地的人为了感谢他 大家知道怎么感谢吗 这对于传统中国人来讲 是最最了不起的感谢方式 怎么感谢 生了儿子 用于作为姓 这还了得 中国过去的姓可不能改的 你要改姓是大不孝啊 对不对 但是当地的老百姓 为了感谢于仲宽 生了儿子都姓于 所以一下子在永信 从明朝开始 于姓一下多起来 但是按照今天的基因角度 或者什么角度 那当然都混杂了 所以这是一个很感人的 这么一个唐号 叫救命唐 于姓的人口非常少 因为为什么 从我手头的资料 在前五百名里边 找不到于姓 就它排不进前五百名 所以它是一个小姓 强老师你好 我有一个客户姓慧 他曾经讲 他这个姓是有十五个来源之多 那么这个惠姓 是不是百家姓中 最复杂的一个呢 不见得 不见得 我觉得百家姓里边 有一个字 是最不能用的 就是最一字 你绝不敢说 这个姓最复杂 那个姓最简单 这不能说 十五个来源 应该说 也不算多 也不算少 他就将将 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十五个 最简单的姓 也有四五个来源 所以我们不能说 它是最复杂的 我看每个姓氏 都有一个迁徙图 人们不断地迁徙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迁徙造成了姓氏的混乱 同时也促进了人类的交流 当然当然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历史上 战乱非常多 改朝换代非常多 所以人口的迁徙 就非常的频繁 当然全世界范围 其实也都是如此 所以迁徙是一种常态 请继续收看 前文中解读百家姓 第四部 于慧真 接着于姓 是慧姓 这个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要注意到这个姓 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 姓这个姓的朋友 我还认识 所以我原来一直认为 这个姓好像 不是一个很少见 其实这是一个 非常复杂的姓 首先 大家看到这个姓 第一反应念什么 慧 但是有些地方念西 这很有意思的 比如如果大家拿一个名片 碰到姓慧了 我建议大家最好问一问 贵姓是您慧还是念西 有些地方这个字念西的 做信用 但是为什么念西 不知道 可能就叫我们就是 足足被别念西 道理已经不知道了 所以你看 从读音上 这个姓就不简单 同时 它的源流 非常复杂 这不是个大姓 但是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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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多 第一个源流 源于姬姓 是皇帝的直系后裔 叫慧廉 有这么一个人的 那么慧廉的后代 当然就以这个 作为自己的姓氏 所以是姬姓 慧氏 第二个源流 第二个源流 还是源于基姓 是源于西周时期 周慧王 是天子 周慧王的后代 就以先祖的四号 因为周慧王是四号 以他的四号为师 这第二个 第三 源于归姓 春秋时期 陈国 陈西公 有个儿子 叫公子慧 公子嘛 他是公子 公子慧 所以他的后代 就以慧 作为姓氏 还有一个源流 源流四 源于基姓 是春秋时期 鲁慧公的儿子 叫公子慧 是他的后代 也就是用自己父亲 鲁慧公的四号 作为自己的姓氏 这一字啊 非常的有意思 非常有意思 因为公子慧 在历史上留下了 好多故事 这个字 有的时候还念成 公子乙 尾巴的尾 现在不是有的方言念 尾巴 所以这个念还很难念 他留下了 好多好多故事 这个咱们在这里呢 就不展开 主要是这一字 后来还衍生出 一个姓氏 因为这一字 到后来声明远播 名声一直传到 远方他乡 传到很远 所以他还延伸出 另外一个姓氏 什么姓氏大家知道吗 氏 这个字大家想想 想得起来吗 他方 那边是个方 这边是他 上面一个人 像人一样 下面一个也嘛 就是声明远播到他方 大家很自豪 就以这个 造了一个姓出来 也是这一字的 当然这一字 还有一个姓氏就是慧 所以有的人讲 我这个诗跟别人不一样 我这个诗是因为 我的祖先声明好 声明远播到他方 所以姓氏 如果你听到 有的朋友这么介绍 诗性的这么介绍 你就跟他说 那你是鲁慧公的后代 当然这是一个 民间通俗说法 这个诗 从语文学的角度 文字学的角度 不一定能这么解释 但是民间这么通俗解释 第五个源流 太有名了 在中国传统当中 大家看到这个慧 一般会想到谁啊 柳夏慧 柳夏慧太有名了 柳夏慧本名 斩获 字 秦 还有一个字叫忌 它是在公元前720年 到公元前621年 大概在这个阶段 在活动 这里边要将近100年了 当然他没有活那么长 但是他在这个阶段 在历史上活动的 是春秋时期 鲁孝公的后裔 所以柳夏慧本人 也是一个公主子弟 柳夏是他的实意 他被封在这个地方 封了块地给他 叫柳夏慧 是他的嗜好 他死了以后 大家尊称他为柳夏慧 他是鲁国的大夫 后来隐医 不当官 成了义民 那么他在历史上 最有名的都不要说了 坐怀不乱了 这个成语 就是因为柳夏慧 叫坐怀不乱 那么孟子曾经称他 柳夏慧 圣之何则也 那个何 何谐的何 所以柳夏慧 在中国的传统当中 还被称为何圣 他是个圣人 那么他的后代 我们知道 就以慧 作为姓氏 所以有相当多的慧性 会非常自豪地讲 我是柳夏慧的后代 就是这么来的 第六个原流 还是源于基姓 是春秋时期 静慧公的后代 所以我们知道 这个慧这个字 因为它是个好字 这个字非常好 咱们今天看到这个字 也觉得非常好 所以很多王啊 他的四号 采用了这个字 在春秋战国时期 这种情况很多 所以很多子孙 以四号为姓传下来 来源非常复杂 原流七 源于江姓 一讲到江姓 跟咱们一块都关注 兴致文化 马上就会想到 那肯定跟齐国有关 对 齐慧公的后代 齐国有一个国君 也叫慧公 原流八 源于姬姓 春秋时期 如果有一个圣贤 这个人也是修养非常好 非常有人望 叫孟献子 孟献子主要的特点 是勤俭 而且特别要求 治国者要勤俭 孟献子 有一个后代 叫慧伯 福慧伯 有这样一个后代的 所以后来就分成两个姓子 一个姓福 衣服的福 当然古音不怎么念 古音不是怎么念的 但现在只能念成福 一个就是慧 今天慧姓 还比较容易见到 姓衣服的福的不太多了 其实同中同源 是鲁国孟献子的后代 第九个源流 源于米姓 是楚国楚慧王的后代 第十个源流 还有源于银姓的 谁啊 战国时期 秦国 一听到银姓 咱们马上就应该想到秦国 秦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王 叫秦惠文王 那么在历史上 秦国是从秦湘宫开始 成为诸侯 这咱们都知道 到了秦穆宫 传了九世 也就是传了九代 到秦穆宫时候开始称宫 原来他还不是宫 他没有那么高的爵位 到了秦惠文王 开始称王 秦惠文王 作为秦国的国君 在位的时候 任用贤能 推行法治 拓展秦国的疆土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秦惠文王的子孙当中 慢慢的就有人叫惠文 以这样的两个字 作为姓氏 时间一长 这个复姓没有了 今天我不知道 还有没有人复姓惠文 但是分成两字 一只姓惠 一只姓文 姓文的还是蛮多的 现在我认识好几位朋友 就姓文的 所以就分成两字 同时 历史上 有很多兄弟民族 在改旱姓的时候 用了惠字 因为这个字非常的美好 在古代 库墨西 有这样 这个民族已经不存在了 库墨西当中就有惠姓 到了现代 像满族这样的兄弟民族当中 惠姓是一个非常显赫的形式 满族的惠姓 占了今天惠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看钱老师在百家姓的讲座中 总是提到一个词 叫做俊旺 请问这个俊旺是什么意思 是那个姓氏的聚集地吗 当然 它是姓氏的一个比较重要的聚集地 但是同时还有一点非常重要 就是聚集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姓氏 在历史上 出了很多著名文 成为这个姓氏的骄傲和标杆 并且在这里形成了非常明确的家族文化 或者叫姓氏文化 所以这个我们后来就把它称作俊旺 惠姓在历史上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物叫惠师 他和庄子有一段很有名的对话 被无数文人默客引用 那钱老师说说这个人物吧 而这个人物在节目里我重点讲述 大家只要收看节目就能有所了解 历史上 惠姓的名人 我给大家略微介绍这么几位 第一位 我们应该知道的惠师 是庄子的朋友 是明家的代表人物之一 法家 儒家 道家 那时候还有一个明家 明家就类似于咱们今天的讲逻辑的 研究逻辑 研究思辨的这样一个学派 他认为一切差别 对立都是相对的 比如你比我高 那也是相对的 你比我高就是你比我高 你难道比姚明还高吗 在姚明面前你的高就是矮 在我面前 你在姚明那儿的矮 在我面前显得倒是高的 就这样一个意思 一切都是相对的 庄子对他惠师非常非常的推崇 曾经说过 惠师多方骑书五车 就是说他这个惠子有很多著作 有五车 逐简可以推五车 所以对他还是评价非常高的 那么比较近的 我要给大家介绍 一个家族出的这样几位重要的人物 惠州替这个人物 他是江苏吴县人 大家看到吧 吴县就是今天苏州这一带了 已经在江南了 他的父亲叫惠友生 就当时以九经教授相邻 他父亲就是个老夫子 教书的 所以惠州替 幼儿聪明 从小就很聪明 读书非常好 但是呢 家里穷 从小比较穷 长大以后去学历 官历 官历在古代是分的 当官是正途 学历不是正途 当时认为都是万不得已才去学的 官和历要分开的 后来发愤 庇护读书十年 成为通儒 康熙年间成为晋士 受汉林院数纪士 也就是成为汉林了 后来因为不练习国书 他江苏吴县 当时的国书叫什么 就是不认识满文 不认识满文 所以就被派到密云当支县 当过一任支县官 当官的时候呢 因为太劳累 所以就死在官位之上 他有很多著作 比如 《易传》 《诗说》 《春秋问》 《三里问》 是研究儒家经典学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 而他的儿子就是惠世奇 这惠世奇就是惠州替的儿子 康熙年间禁士 当过广东学政 提倡经学 使广东啊 学风大政 他后来因病辞贯 在家研究经学 对经学 古英韵 古文字学 都有重要创获 是个重要的学者 惠世奇的儿子 惠栋 你看祖孙三代 惠州替 惠世奇 惠栋 那么惠栋 就是惠世奇的儿子 出生在1697年 1758年去世 他前面 曾祖父 祖父 父亲 都是学者 所以他有家学 《清史稿 汝林传》 对惠栋是怎么评价的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清二百余年》 谈汉汝之学者 必以东吴 惠世为首 惠世 三世传经 周替其 创始则也 清代两百多年 讲汉学 如果要讲到汉学 必以东吴 因为江苏无县人 惠世为首 你必须要提无县惠世 惠世三世传经 就从惠州替 惠世奇 惠栋 所以周替其 创始则也 大家看 所以无限惠世 后来成为一个 精学世家 惠信的排名 跟前面几个信仰 都没有排进前五百位 看到百家讲坛 在征集 姓氏故事 我就想到我有一个朋友 姓真 其实我挺羡慕 他的姓的 儿子将来可以叫真诚 女儿可以叫真心 他是满族人 我就想知道 在满族 有没有真性的 这么一支来源 有 而真心里边有比较重要的一支 就是满族后来采用汉性用的这个字 兄弟民族采用汉性 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倾向 什么倾向呢 要么这个字字面上的意思非常好 要么这个字读音传达的意思非常好 真这个字就是属于后者 钱老师 看了您讲的百家信 特别想请您帮我们修整一下家谱 这个能行吗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但是我肯定做不到 因为这个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 再说我也未必有这个水准 希望贵家 您这个家修家谱能够顺利 能够早日修成 我所了解的真性的来源 在古代的时候是瓦器之人的意思 也就是说 真事的德性与瓦器有关 所以这个性带一个瓦着偏旁 有关系 因为我们知道汉字里边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汉字跟拼英文字不同 就是它的这个结构 是传达某些古老的文化含义的 所以真这个只有瓦字旁 它确实在古代 跟瓦这个行业 或者说今天的时髦的话讲 跟这个工种有一定的关系 请继续收看前文中解读百家姓第四部 于慧珍 这个姓 源流不算太复杂 但是也很精彩 第一个源流 第一个源流源于尤姓 顺地之后 那么顺地 品德高尚 我们都知道 他听说东夷部落 那边的一个部落 所以不会烧桃 烧桃器的技术很落后 就亲自到东夷部落 帮助他们烧桃器 在顺的指点之下 东夷部落 很快掌握了烧桃的技术 而因为烧桃嘛 慢慢慢慢 这个地方就成一个手工业的句句点 这当然都是传说 那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城意 这个城叫真城 所以这个字跟桃器有点关系的 顺的子孙 有一些就留在真城 当官 当真官 这个字后面加个官 管什么呢 管智陶业 那么后代就有人以这个字 作为自己的姓氏 是顺的后代 第二个源流 源于四姓 是高尧之后 高尧是上古的一个部落首领 他有个儿子叫众真 在下朝做官 后来被封封在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真 就封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现在大家的判断 是山东 眷城这一带 山东眷城嘛 就今天山东 这一片了 那么他的后裔子孙 就以封地作为姓氏 现在的真氏族人 大家去看现在真氏的家谱 很多是以众真作为自己德性的始祖 第三个源流 源于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个兄弟民族 叫仙卑族 仙卑族原来有个 有这样一个部落 叫玉都争 三个字的 玉都争这个部落 那么在孝文帝改革的时候 孝文帝 北魏孝文帝改革 规定仙卑族要取汉性 汉化嘛 所以这个部落 玉都争 就用争 作为自己的汉性 这个部落 完全融合在 我们汉族当中 其实要论血缘的话 他原来是仙卑族 第四个源流 满族 我们知道满族的 后来取了很多汉性 那么有好几个部落 比如傅生氏 比如霓祖魂氏 到最后都取了曾 作为自己的汉性 那么从历史上看 从西汉时候开始 曾氏的先民 就已经形成过望族 西汉时候 我们看史书 都可以看到这个家族的痕迹 这个家族 在西汉以后的几百年间 是中国北方 一支重要的家族力量 随着历史的发展 曾氏家族向四方迁徙 这个迁徙就复杂了 我们不详细讲 但是真性 跟别的性不一样 我们可以讲得很具体 别的性很难具体 比如我这个性 姓钱的 从北方签下来 我们都知道 什么时候大致 什么时候 但是真性不一样 在他的家族史上 出了一个人物 是宋朝的 这个人叫曾顺和 连名字都留下来 他是公元195年生人 1274年去世 非常清楚是宋代的 他开始南迁 我们来看他一个人的痕迹 他开始南迁 迁到哪里呢 开创了南迁四亿 哪四个地方呢 广东台山 开平 兴会 恩平 这四个地方都是他的子孙 就曾顺和签下来的 所以顺和的子孙 现在多居住在广东南海之兵 现在任他做始祖的 宋代的曾顺和公 作为始祖的 在美国香港 这样的地区 就有几万人 香港和澳门 曾顺和的子孙 两万多人 在加拿大 菲律宾 新加坡 马来西亚 墨西哥 英国 澳大利亚 哥斯达利加 韦瑞瑞拉 都有他的子孙 姓真的 现在国内外 顺和子孙 加起来 四万三千多人 宋代一个老祖宗 延伸出那么多子孙 遍布世界各地 他就是在真信历史上 非常重要的一个 迁到广东的人物 曾顺和 那么从他这一个人 这一支的迁徙 就可以反映出 真信 他的迁徙和分布的 一种大致的痕迹 所以你看 这样一位老人家 当然是老人家了 离开今天已经 小一千年了 这一千年 这一千年间 四万多子孙 那么 曾信 在历史上 当然 还是有很多重要人物的 比如 曾软 他就是无极人 河北无极 这是在早期 曾信 非常重要的俊望 叫无极 曾氏 曾软 他是北州的数学家 当过司力教尉 汉宗太守 姓佛教 他在中国佛教史上 是一个蛮重要的人物 特别擅长 天文历法 常与精算 他的立法 在历史上 曾经被搬行过 曾注视了 很多古算术 写了一部 五金算术 你看 这是曾信的一个 很重要的人物 曾信 在中国信使 排行榜上的 说法不易 资料很紊乱 根据我自己 手头的资料 当然也不一定完备 我尽量收集 但是不一定完备 比较准确的说法 大概是这样 在1987年 排在第162位 还满前的 排进前200位的 但是过了30年以后 到2006年 一下子跌下70位 只排在230位 也排进前300位了 人口估计 在35万左右 今天的百家信 我就为大家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